我就特别想问嘉欣一个问题 就是你大一的时候的那个感受 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专业能力 比其他同学弱一些 是因为小时候没学 到高二高三才学 这段你跟你妈说过吗 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因为我觉得站到这个妈妈的角度 其实听上有点心酸 因为好像就是因为当初您的决定 没让她早早地去选择自己的爱好 有这种感觉 好像就是家庭条件不好嘛 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去给她补扣 其实她心里面还是感觉酸酸的 那她到大二大三之后 她一直名列前茅 这事您知道吗 知道 她每次拿到那个成绩 就是获奖的时候 我们一个幸福三口之家的群嘛 她就在群里面 她就在群里面跟我们说一声 她拿了什么奖 拿了奖呢就是我和她的爸爸 我们都给她发一个 一百多块钱的红包 就是鼓励一下她嘛 所以说从高一开始到现在 已经拿了五十多项奖 这么多奖了 对 五十多项 别光你们幸福那个一家三口看 也让我们幸福的 非你莫属大家庭看一看 哇 这么多 这么多 下面那是复制的吗 这么多一样的 不是 它是同一个比赛里面 我投了很多的作品 然后就是不同的奖 然后这一页主要是设计类的奖项 然后右上角那个是发了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 电文学你还发过论文 然后下一页的话是 就是校内的一些奖项 校内的一些学习和竞赛类的奖项 然后再下一页的话 就是志愿者的一些奖项 对 再下一页也是 就大部分是这些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最烦的就是这样的学霸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拿这么多奖 你知道看完这个证书之后 我觉得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 哇 就是巨大的兴趣 就很想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